千辛万苦等待了一个多月的马桶人 DS监控人第77级part 4 终于出来了 虽然没有预告的7分钟时长那么充实 但是在短短的5分钟里 还是让我们得到了77级以来 最为惊爆的内容 你们担心的泰坦电视人 究竟能否存活下来 泰坦昆曼 是否现身 大崩辛苦工作了一个月的时间值不值得 我们都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按照惯例先看全片 然后我们再做解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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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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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随 马桶人VS监控人第77集 Part 4究竟有多么的疯狂 你们只看一遍 可能还无法完全了解 接下来不要错过解析细节 从泰坦电视人的 第一个传送决定开始 他露出了笑容 说明他的计划成功了 救下了监控人3.0小队 引出了面具天文 剩下的只需要自己也能离开 就是完美胜利 但是面具天文的实力 超出了泰坦电视人的预估 传送被打断 泰坦电视人被迫应战 结果比你们想象的都要坏 泰坦电视人的光剑 打到面具天文的身上毫无伤害 注意细节 崩裂的火光就像是武器碰撞一样 但是面具天文的身体 并没有任何的损伤 而泰坦电视人的能量盾 是是实实在在的被打没了 能量不足导致 泰坦电视人的实力下滑严重 在面具天文的重击下 无法保持平衡 直接被打飞2.5公里 差点承受面具天文的空间 踏线炮的攻击 没有被打到 是因为电视博士在他的身上 同样装载了天文夹子 之前我就解析过 夹子会成为常规武器 并会根据装载者的能力 进行提升和优化 泰坦电视人的表情预示 空间踏线炮 其实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一个契机 反弹的攻击 果然给面具天文 造成了难以预估的伤害 而这并不是泰坦电视人的计划的全部 他做了两手准备 一个就是直接顿走 一个就是借助空间踏线炮的反击 灭杀面具天文 泰坦电视人扑向面具天文 但此时他并没有任何攻击手段 可以击破面具天文的防御 所以他的目标是面具天文的武器 此前大崩已经用无数次的 拾取天文武器的线索来铺垫这一次进攻 你们和我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而只是片面地认为 这是在偷取天文的科技 大崩真的很疯狂 另外一个细节 空间踏线炮是可以单独使用的武器 自带能量 这一点与泰坦监控网 使用自身能源驱动武器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泰坦电视人清晰的穿戴空间 他线炮的细节 注意他的表情 是看到面具天文 没有察觉到武器丢失的戏血 也展现了泰坦电视人 越来越人性化的变化 第二次空间 他线炮命中面具天文 造成了同样强烈的信息干扰 代表着泰坦电视人计划通 面具天文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接下来双方的嘴炮部分 实际上是在互相试探 而面具天文主动退让的行动 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只是缓兵之计那么简单 此前天文的绝对速度 在战斗中的表现 仅仅是用来躲避攻击和野蛮冲撞 而绝对速度最大的作用 其实是机动性 无论泰坦电视人 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面具天文都可以做出完美的应对 面具天文的那句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就是在一语双关的描述这件事实 刚才已经解析过了 泰坦电视人现在的实力 所以当面具天文偷袭成功后 泰坦电视人就直接进入到挨打模式 好在我们都明白 泰坦电视人的弱点 早就在第一次被昆曼阴谋埋伏后 做出了完美的改变 面具天文即使完全摧毁了 泰坦电视人的主屏幕 仍然无法真正地消灭泰坦电视人 但是面具天文不知道 所以在他志得意满地 拎着泰坦电视人的主屏幕 喷着垃圾化的时候 泰坦电视人果断暴起攻击 并且直接使用大招核心照射 之前百事百灵的招式 如今已经可以被蛮力强行破招 泰坦电视人再次被打倒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只是这次他的所有能力 全部用完了 给了你们一个提示 不出意外的意外要来了 果然一直在战局之外 为面具天文略证的天文 遭遇了来自于 特异马桶军团率领的马桶人 不知道几点灵版本的疯狂攻击 在爆炸的光亮中 你们可以看到地面上 除了特异马桶三兄弟之外 还有更多的特异马桶出现 截至马桶人 还有飞行马桶人 都装备上了天文的武器 肌肉特异更是难得地幽默了一把 拿出朝阳喇叭 呼唤定点投射 最后造成的结果令人满意 大崩无时无刻地保持着战力的平衡 普通马桶面对大型天文 还是难以匹敌 不过接下来的马桶博士皮套 还是让人有些破防 此前我就预测过 昆曼还有马桶博士留下的皮套遗产 现在出现算是又赌对了一回 只是皮套虽在 马桶博士大抵应该是没了 所以头部直接被改装成了能量炮 不得不为这一幕唏嘘一下 然后发生的事情很细节 面具天文并不在乎手下的存亡 也不在意特意马桶军团的出现 泰坦电视人他也不在乎 但是逮着泰坦电视人狂揍能解恨 那句比死亡更可怕的遭遇 一般影视剧里总会出现 这个时候英雄就出现了 虽然很狗血 但是泰坦昆曼的出现 确实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场面 泰坦昆曼出现的时候 还不是完全挺 但是能够出现 已经里面具天文很惊讶了 他认为以昆曼的性格压根 就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更别提昆曼竟然还敢太岁头上洞土 此时的昆曼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不过之前预告已经曝光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正式开打之前 几人进行了友好的会晤 昆曼称呼泰坦电视人为我的兄弟 此间必有隐情 不过暂时不重要 重要的是面具天文口中的 另一个人名杜克 以及他们的舰队 此处伏笔结尾会有解析 昆曼阵前进行不完全泰坦化 可组装可分离的泰坦手臂 似乎也是一个隐藏的招式 他与面具天文的对打 充分展现了防御的重要性 虽然面具天文此时的伤势很重 只要没有空间 他线炮以上的攻击力 再怎么激烈的战斗 也是纯耗力气 不过面具天文 再次点名昆曼与地球的羁绊 激发了我们对昆曼的历史 想更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为了掩护泰坦电视人撤离 昆曼挑衅面具天文撤离战场 面具天文之小志愿将至 将计就计跟随昆曼离开 两人的战斗暂时终止 但是第77集的故事仍在继续 大崩预告第77集 帕尔四有七分时长 目前放出的仅有五分钟 还有一部分会在77集全集中放出 而放出的这一段 关系到泰坦电视人的结局 在帕尔四中 泰坦电视人传送撤离前 天文就已经到达 不过在主视角进入传送黑烟后 听到了泰坦音响人的声音 此发展假如没有预测错误的话 就是剩下的两分钟时长内容 泰坦音响人的崛起会是怎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